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氣度 如果沒有意外 今天這一集應該是開春第一集 所以祝大家虎年新大運 虎年發大財 為什麼要發大財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祝賀的時候 都一定要講發大財 賺錢這麼重要 賺錢真的很重要 好anyway 今天要講的題目完全不應景 所以完全跟新年無關係 我只是看到這一個 怎麼樣不用不帶髒字的侮辱別人 我覺得這真的太屌了 雖然這影片看起來有那麼一點點 你的畫質很grainy 一顆一顆的 可能感覺很有年代的 可是裡面這些內容我覺得 至少是我第一次聽到 可能我就有點遜 這個東西為什麼沒有早點看到 但總之我新看到的 那我就覺得一定要分享一下 因為我好像 我還真的沒有看過這麼厲害的 可以侮辱人 然後真的不帶髒字 然後很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先聽一下他說什麼 他說的是這個 the next time you're angry try these intellectual insults right 他要你試這些 有智慧的 的這些侮辱人的方式 intellectual insult 那酷 it's so much more satisfying to watch someone stomp because okay so it's much more satisfying to watch someone stomp 所以stomp這個字 跟baffle大概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用這些很有智慧的話 丟過去之後他可能還不知道怎麼反擊 因為他笨 OK 他沒有那個智慧去反擊回來 所以他就 可能就卡住 所以這個狀態就是stomp 那也就是剛這裡另外一個字 baffled 說不出話來 語色 所以這個令人滿足多了 it's much more satisfying 看這件事發生 to watch someone stomp that really just don't be jerk offs here we go how about I can only explain it to you I can't understand it for you pretty cool so I can only explain it to you I can't understand it for you 我只有辦法解釋跟你聽 我沒辦法替你理解 所以這等於是不用笨這個字 來去嫌人家是個笨蛋 好我只能解釋跟你聽 我沒辦法替你理解 抱歉了 所以還不錯 這一個很有智慧 nice right how about I envy everyone you have never met I envy everyone that you have never met envy是羨慕 我們多講一個字是嫉妒 這兩個字 據我了解程度上是有不同的 jealousy這個字嚴重多了 ok 那jealous這個字是形容詞 jealousy是名詞 他沒有動詞 ok 所以你對一件事情感到嫉妒 I am jealous of something ok I am jealous of something 那envy是動詞 所以 那envious是形容詞 envious是形容詞 所以這邊都補充一下給大家 那jealous是形容詞 這兩個的話 兩個都形容詞 ok so I am envious of something 也是可以的 so I am jealous of something 那envy是動詞 所以我很羨慕你還沒遇上的人 意思就是我認識你了 我他媽真的倒八輩子了沒 那我就羨慕那些你還不認識的人 所以大概就是換個方式說你是一個多糟糕的人就是了 Alright That's deep How about you're like the end pieces of a loaf of bread Everybody touches you but nobody wants you Alright That's pretty good Alright 所以 You're like the end pieces of a loaf of bread Everybody touches you but nobody wants you 你就像 a loaf of bread 這是一個 就一個單位 所以這就叫做一條麵包 什麼叫一條麵包 你去麵包店你應該 有這個概念就是什麼叫半條吐司 一條吐司吧對不對 你家人如果很多 可能你每次去買就是買一條吐司 然後慢慢吃 要是你一個人住可能就半條 所以那個一條就是一個肉 所以肉是一個單位詞 A loaf of bread 那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之後就變成一片一片 我們中文講的吐司了對不對 可是我這邊也多導正一下大家常常誤會的一個字 我們講的吐司麵包 聽起來就是toast對不對 可是不對的 我們講的這個吐司麵包其實在英文就只是bread而已 只是bread 那一片吐司麵包就是a piece of bread 不能叫a piece of toast 為什麼 因為還沒有烤 你把它放進了toaster 就是烤麵包機 壓下去 然後等個30秒 一分鐘 啪跳起來 跳起來了以後 那個就叫做toast OK 你就可以說that's a piece of toast 因為它已經被烤過了 烤以前它只是麵包 烤完了才可以叫吐司 聽懂意思了嗎 我們中文就叫吐司 但是其實是麵包 大概講這樣也聽懂 所以一條吐司麵包就是a loaf of bread 不會叫它a loaf of toast OK 好 所以a loaf of bread這裡沒問題 再講一個也是一個蠻白癡的一個 但是很生活上聽到 我們有時候說什麼什麼東西 is the best thing since sliced bread 好 後面這個東西其實可以做任何的其他的變化 可是很常聽到的版本就這一個 這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還沒講 這是一種跨式的方式 跨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現在講這件事情 這個x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自從發明的這個東西以來 至今為止最棒的東西了 所以後面這個sliced bread當然很棒 但從那個時候到現在今天這個當下 我們都還沒有一個東西可以超越它 直到x終於出現了 ok x終於出現了 那我們就假設一下套個白癡的內容進去好了 假設你非常喜歡 I don't know 好難舉例喔 你非常喜歡什麼 好啦我們講智慧型手機好了 所以智慧型手機是個畫時代的發明 當然是 Steve Jobs第一個設計出來iPhone對不對 所以iPhone就是自從我們有了切片吐司之後 到今天為止最棒的事情了 ok 所以我們要強調一件事情很棒很棒很棒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說這件事情是自從有切片吐司以來最棒的事情了 這樣大家懂了 好 so something is the best thing since sliced bread 那可是你再想一想 這個expression就反正很搞笑 為什麼搞笑 切片的麵包也那麼了不起嗎 沒有啊 你就只是把一條麵包切成一片一片 這又很了不起喔 好啦你知道在當時 就以前那個年代這是了不起的事情 因為很麻煩 所以以前麵包店是沒有切片吐司這個概念 因為據我了解切片切麵包那個機器很貴 那家裡面吐司 我講的麵包店也不見得有 因為很貴 不好容易買得起 那大部分麵包店就只賣你一條麵包 回到家家庭主婦還有自己做這個切片的動作 以前是這樣子 那等到後來有了這個切麵包的機器之後 那這件事情就變簡單多了 所以你就可以買到sliced bread ok 好這都是憑印象講 要是我講錯的話 我鳥你了 ok 好所以這個片語是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生活中會常聽到的 我們講一件事情很棒很棒的時候 就會拿來跟切片的麵包做比較 so something is the best thing since sliced bread 那難道一定後面一定是切片麵包有別的東西嗎 有 但我現在想不起來 就有的會把它換成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很日常很白癡 我們都已經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然後把它塞進去 然後把這件事情跟它一起做比較 ok好聽懂了 那回來這裡 那什麼叫做a loaf of bread a loaf of bread the end pieces 現在你已經沒有這個概念了 為什麼 因為我所知道 你去任何麵包店買的吐司麵包 它都是一樣的大小對不對 就是每一片一樣大 沒有比較小沒有比較大 或許有些麵包店還是有啦 可是 據我知道 他們都會把那個最後的末端的地方 就切掉丟掉不要了 或者可能把它再做成吐司丁去烤一烤那些 但總之他們的用途不是拿來放在吐司 放在那個麵包 我一直講吐司 因為這就是文化上的習慣 雖然說英文應該講bread 那他們就不會把那個部分拿來賣 因為一條麵包 吐司麵包的那個兩端的地方 事實上比較不好吃 你當然懂我意思 每個人要拿的時候 可能會通過你或之類的 你會不會先把你拿起來 然後拿別的片 然後再把你放回去之類的 每個人摸到你 可是沒有人想吃你 所以你就很爛就是了 所以聽懂沒問題 下一個說的 下一個說的 所以這邊 goes over somebody's head 他的意思是什麼 他還比了一個動作 這樣子 意思就是下面這句話 很多人聽不懂 每個人都聽不懂 因為就從你的頭上 呼就過去了 所以並沒有經過你的腦袋 讓你了解到 所以 if something goes over your head 就是這件事情你不懂 OK 好 Somewhere out there there's a tree whose single purpose on earth is to replace the oxygen you waste go find it and apologize 好 好長喔 但是我也把它打出來了這邊 Somewhere out there there's a tree whose single purpose on earth is to replace the oxygen you waste go find it and apologize 好 這一棒打得還蠻重的 但用了很多的話了 很多的字來說 somewhere out there 就是在這個世界上的某處 somewhere out there 有一首歌就叫somewhere out there 很好聽 有興趣的字去找來聽 there's a tree 有一棵樹 所以在世界上的某處 有這麼一棵樹 它的 所以這裡有一個關係代名詞 就是這棵樹的 它在地球上的唯一的一個目的 whose single purpose on earth on earth就在地球上 single purpose就是單獨的目的 就是is 然後後面有不定詞接下去 就是to replace the oxygen you waste replace就是去更換 所以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來更換你所浪費的氧氣 所以表示你活在世界上就浪費氧氣 世界上有這麼一棵樹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來更換 來填補你浪費的氧氣的 你要去找那棵樹 然後跟它道歉 道歉什麼 因為你浪費氧氣這樣子 讓它的工作做得很辛苦 go find it and apologize 蠻有創意的吧 OK This is one of my favorites I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crayons to explain this to you All right 這個 I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crayons Crayons 複數 to explain this to you Neither 就是兩個都沒有 所以neither一定是兩件事情 而且兩個都沒有 如果今天換成一個字叫either 或者這個字翻譯成either的話 則是擇一 兩者擇一 這個大概是國中國小的英文 你應該是懂的 所以neither兩個都沒有 所以我沒有時間也沒有crayon 來解釋這件事情給你聽 沒時間解釋給你聽 而且也沒有crayon來解釋給你聽 什麼是crayon 蠟筆 這個在取笑人家什麼 我沒有時間解釋給你聽 我也沒有蠟筆可以解釋給你聽 小朋友都要用蠟筆來畫圖 所以我需要解釋一件事情給你聽 我用蠟筆畫給你看 可能也不是用鉛筆或不是用原子筆墨水筆 因為那是陳寧人在用的 所以我當你是智障 OK 沒時間也沒有蠟筆來解釋給你聽 因為你是智障 所以跟你解釋事情需要用蠟筆 好啦蠟筆小心也就是這個字 crayons shinjang好像是 I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crayons to explain this to you pretty good 好再來應該才結束 that one was pretty much for the majority of people on social media and finally a soft and gentle way of saying fuck off I hope you lose weight so they'll be less of you 好結尾 所以最後一個就是 換個方式說叫人家fuck off 滾開吧這樣子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減肥成功 因為這樣子 這個世界上存在的你就比較少了 所以你的存在就讓人家不爽 那你減肥了你就變得比較少一點 他懂意思齁 那我就會比較開心一點 I hope you lose weight so that there will be less of you 可以接受齁 Alright 好我們今天的就 短短的就好了齁 那我們把它 我從頭到尾再把它 再唸一次給你聽 來我們就要小小複習一下下 所以以上這些是屬於有智慧的 侮辱人的方式 Intellectual insult 第一個 I can only explain it to you I can't understand it for you 我只能解釋跟你聽 不能替你理解 理解的部分你要自己來 你做不到那就是你自己 好 下一個 I envy everyone you've never met 我真羨慕那些你還沒有遇見的人 還沒有認識的人 因為認識你就是倒大沒 OK 再來 You're like the end pieces of a loaf of bread Everybody touches you but nobody wants you 你就像一條我們講的中文的 吐司麵包的兩端一樣 把它切開之後一般都是丟掉的 在台灣 應該真的不是丟掉了 又講回這個題目 大家應該是處理掉 做成一些bread crumb或之類的 所以每個人都摸到你 可是沒人想把你吃掉 其實我還蠻喜歡吃那個邊邊的 Anyway 剛剛講了一個片語 If something goes over your head 就是讓你沒辦法理解 goes over somebody's head 下一句 Somewhere out there There's a tree whose single purpose on the earth is to replace the oxygen you waste go find it and apologize 所以事業上某處啊 有一棵樹 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來彌補你所浪費的氧氣 你要把這棵樹找出來 然後跟它道歉 你的存在就是浪費氧氣 不OK 下一個 I have neither the time nor the crayons to explain this to you 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蠟筆 來聽你解釋這件事情 把人家當成傻傻的 智慧低能的 需要用crayon才可以了解的 最後一個 I hope you lose weight so that there will be less of you 希望你減肥 世界上就少一點你這個東西的存在了 酷 講到這裡大概可以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